欢迎回到外门大学雅思阅读的课堂 下面我们来进行第九奖的第一节 也就是习题讲解部分 那么在上一讲也就是第八奖 关于图表题的练习中 给大家布置了两篇练习 分别是剑八第一篇测试的31到34题 以及剑九第三篇测试的23到26题 相信大家已经很顺利的解答完成了 因为图表题是我们这几套题里 最简单的一种题型 下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大家的解答是否正确 首先回顾一下答题思路 我们需要做到的是 提取图表中的有效信息 利用图表和题杆中的逻辑关系 那么假如这里题目原文的逻辑关系 比较复杂呢 我们不妨利用题目中图片或者表格的顺序 来进行分析 因为通常呢 题干给出的信息是要相对概括经验 也比较容易读的 尤其是图表表格这样的题目呢 给出的都是比较直观化的一些逻辑关系 我们可以善于利用这些关系来答题 最后呢我们要进行一个语法和词性的自查 以确保呢我们写在答题纸上的答案就一定是百分百正确的 下面我们看一下具体的题目在真题中是如何出现 以及我们应该如何解答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剑八的第四篇练习 给大家提供的呢是31到40题总共10道题 那这部分呢大家不要惊慌 10道题呢虽然看着非常的多 其实打起来呢并不浪费时间 原因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表格的逻辑关系 帮助大家很好的在文章中进行定位 我们可以看一下31到40题呢 出现的呢分别是在6个表格中 而且每一个框框里面呢 可能有31 32 33题不止一道题的答案 那么这样不止一道题出现在一个方框里呢 通常我们可以找到答案就是在那一段 或者甚至是前后连接的一两句话 就可以把这三道答案都找到 所以是非常节省定位时间的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Gansfield他的研究 那么这部分的研究呢我们可以看到 他说的是involved a person acting as 那这里呢涉及到的是一个人 他作为什么角色呢 acting as a sender 那在原文中呢我们可以找到 对于Gansfield他这部分研究的解释是说 他的这个理念啊就是有一个人作为sender信号的发出者 信号的发出者呢 who picked out one from a random selection of two 他从随机的从四个什么中间选取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能够选取的名词呢就只有image image那么图片那么他把这个图片呢它作用于谁呢 我们可以看到最后呢有一个人来努力的试图辨认这个图片 那sender作用的对象如果是个人呢这里是个who肯定呢是个receiver那就是发出者呢作用给接收者 作用的物品是什么呢image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三题的答案完全呢都不用读完全部句子 只要分析出来谁作用于谁用的呢填的是名词动词还是人名甚至是其他的形容词之类的 只要找到了这样的方位词定位词那我们做题呢就要先可以不用读完全文就可以找到答案 这样呢速度也会相对快一些 继续呢我们向后看看到这里呢说的是34 35题 其中说的呢positive results can be produced by factors such as 那我们这里的结果呢可能由哪两种原因来影响呢 这里说的是there were many other ways of getting positive results 那么得到这个结果呢有很多种其他的方法 有什么样的方法呢我们看到后面一个句子说的是 this ranged from sensory lookage will 那么分号后面的will呢是修饰这个sensory lookage 那么这一部分呢我们完全可以忽略 因为呢它是对前一部分的解释补充说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句子理解为 this ranged from a to b 也就是说呢不同的factors other ways是什么呢 有a也有b 那我们这里的答案呢就找到了 这里影响它的因素呢就是这里的a和b sensory lookage和outright float 那这两个词呢假如我不认识也没有关系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36题 我们如果在粗读文章的时候呢 可能会判断为第一行讲的是某一个人的研究 第二行呢讲的是另一个人的研究 那这种说法呢实际上也不算严格意义上的错误 但是当我们仔细读文章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这里的这个autogast field studies 那它确实指的是an automated variant of the technique 那么这个呢是一个自动化的一个研究方式 是基于这个Gansfield的研究呢 把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改进 所以呢它并不是两个人的研究 那么我们在前文前一讲说到进行判断的时候呢 可能粗略的把它估计为两个人的研究了 那么这部分呢也不影响大家的判断 只是呢我们进一步的阅读可以发现一些改变的地方 继续读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说的是 which used computers to perform many of the key tasks 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它呢是使用 使用什么东西呢computers计算机 也就是我们36节答案呢 计算机computers were used for key tasks 作为一些完成主要的任务 那么计算机它为什么要用来采用计算机呢 to表示目的 to limits the magnitude 那么呢这些计算机呢是用来控制 什么呢in carrying out the test 那么就是呢它可以减少 它可以控制在整个实验过程中的什么呢 我们继续向后读 such as the random selection of image by minimizing减少 这里有个减少 所以减少之后的词呢就是我们要找的答案 human involvement 也就是呢通过使用计算机 我们人类的干预就减少了 这样测试呢就会相对公正一些 相对少一些人为影响因素 那么把这两个词填进去呢 我们再顺着读一下句子 发现是完全通顺 符合我们常识的 所以这部分的答案呢就是正确的 我们继续向后 看到三十八题 三十八题呢说的是这部分研究的结果 were then subjected to 那我们看到这里呢说的是结果部分 结果部分对应的是在这里 in 1987 results from hundreds of auto-Gansfield tests were studied by Hornetal in a metal analysis metal analysis 我们analysis可能知道是个分析 但是metal我们可能不知道代表的是圆 但也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部分的结果 对结果进行的描述呢 它后面说到了 a statistical technique for finding the overall results from a set of studies 那这里呢就是对前面这个引号 引起来的部分进行了 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所以这一部分呢就是前文的解释 假如不知道呢我们可以读一下解释 所以这部分的答案呢肯定是 were then subjected to meta-analysis 那这样呢我们就很容易的找到答案了 并且确认呢它也是个名词 但复述呢也是正确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39题 39题呢说的是 the between different test results 那这里呢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是个between between呢指的是两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再看一下原文 原文哪里出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是这里的lack of consistency between 那也就是呢在这个individual gains field studies呢 之间呢出现了什么样的关系 什么样的关系呢是lack of consistency 那这里39题呢就是对应的 完全呢就是原文的a重现 继续向后读呢发现这个缺少连贯性呢 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 was put down to the facts 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们继续向后读 说到了the statistical facts 那后面的冒后呢也许就是我们要找的部分 我们就继续向后读发现它说的是 it takes large samples to detect small effects 也就是呢我们需要大量的数据 才能找到一些很小很小的一些影响 所以呢the group is just not big enough 那我们要呢大量大量的对比 大量大量的实验呢才能找到很小的一些结果影响 所以这里的缺陷呢就是 the sample groups were not big enough 那要注意到呢这里是the group is 那在文章题杆中呢替换成了sample groups were 那这里有个单复数的区别 但是呢不影响我们写上形容词 we're not big enough不够大 那这里呢我们就找到了31到40题的全部答案 好下面我们看一下件六的第四篇测试 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图形题 首先我们要做的呢还是和一般的图表题一样 找到这一段在文章中对应的段落 指的是undersea turbine 然后呢我们再具体的在这一段里来找一找 有没有对应的关系 这里说的是howtower can be raised for 那我们看看有没有howtower 并且呢这里有个and的表并列 所以我们看看有没有and表并列 继续呢我们读到了第一段说的是 the towers will stick out of the water and be lit towards shipping and also be designed to be lifted out 这里有个to be lifted out 对应的就是这里说的be raised for be raised 那be lifted out of water 被提升出水面 是为了什么呢 for后面对应的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答案了 所以这里的be raised for呢 就是maintenance maintenance保养维护 所以呢 lifted out对应的就是raised 那这个for后面呢 对应的就是for后面我们要找的答案 maintenance 然后呢为了最后再确认一下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and 这里的and对应的呢 也是我们后面要找的部分 也是一个替换关系 所以就确认了我们的定位是准确的 那这样呢我们找的答案也是准确的 好我们来看下一题 在24题的时候呢 它说的是 sea life not in danger due to the feather blades are comparatively 那么也就是海洋中的生物呢 并不会因此而处于危险中 原因呢是什么 我们来首先找到海洋生物 在地段呢说到了 fish and other creatures 那么就是鱼和其他的生物 这里呢肯定指的是生活在水里的 而全篇文章呢 指的都是海洋的一些情况 所以指的呢就是海洋生物 I thought unlikely to be at risk 那这里的unlikely对应的就是not 然后呢to be at risk对应的就是danger 那么是什么原因呢 from the relatively slow turning blades 也就是说呢 这个叶片转的速度呢 还是相对慢的 所以呢还不至于商及海洋生物 所以这里呢 the blades are relatively slow 那么这些叶片呢 转的还是相对的慢的 这些答案呢就找到了 当然呢我们在原文中写的是 slow turning 我们在答案中呢 要进行一个简单的磁性上的转换 这样才能确保呢 我们填进去以后 整个句子是读得通的 好 24题做完 我们来看25题 同样的顺着24题的路线往下走 我们看看文章中有没有提到 在F段呢我们发现说的是 L bubbles result from the one technical difficulty is cavitation well low pressure behind a turning blade causes L bubbles 那我们找到了L bubbles 在对应的关系 L bubbles result from 表示的是一个因果关系 那这里cause呢 是反过来表示的因果关系 所以替换呢不一定是因一对应的sains because 这样的替换 也有可能呢是A由于B B导致A这样的替换关系 那我们既然找到了替换关系 发现是cause和result from的替换关系 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向前找到了答案 接下来呢这题还没有完 我之前说过在一个句子或者图表题的一个信息处 如果有两到三个空呢 他们都是应该在同一处找到答案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说的是 this is known as 那这个known as后面的答案呢 其实也可以在这一句话里找到 说的是呢 one technical difficulty is cavitation cavitation 那这里呢就是我们要找的这个 被称作于什么样的一个技术上的困难 所以这个cavitation就是我们要找的答案 所以呢这道题就完全解答完了 那么以上呢就是23到26题的一个解答步骤 相信大家都理解了吧 好以上就是本讲的解答 我们下一讲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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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